再说回莫子他们 买完东西吃完饭 与求三娘等人会合后 回到船上 开始做再出发的准备 谁知求三娘歇罢五醒过来 船还没动 于是叫莫子去打听 莫子上了甲板 见天色明明放晴 河上无波无浪 大大小小的船只 却停在码头 满满当当的 他刚上岸的时候就留过心思 显然还没有船离开过 是大家特别喜欢路阵 都打算多待两天 还是发生了什么事 因此走不了了 走了一圈 奇怪的是 船夫一个都不见 也看不到老在转悠的 香二郎和硬石头 真是平时不想见 就偏入到人眼里 现在要找人 却玩起捉迷藏来了 想着要去 为姨太太那儿问问 她就上了楼梯 往二楼走去 还没拐进廊里 靠外廊的红木门 毫无预警开了出来 差点撞上莫子 人向后一跳 啊了一声 叫道 小心后面有人 外廊靠二层覆栏 门开着就把通道堵住了 她探探头 只看到门里冲出一个 坟浅浅的人影 双手捂着脸 就跑进廊里去了 谁啊 莫子嘀咕着 伸手推上门不过一半 那门突然遇到一股大力 顶了回来 害得她又叫 喂 后面有人啊 还好 这次大概对方听见了 门被拉了回去 莫子松口气 拍拍心 走过门的位置 看到萧二郎正一脸煞气 盯着她 你又来干什么 她恶狠狠问道 什么叫又来 两次差点撞门板 莫子心跳还没恢复正常 说话昂头挺凶的 我自上船后 还是第一次上二楼 说完了 脑袋也清醒了 低眉顺目的招牌动作 迅速到位 眉毛柔顺弯了 脸保持水平线下十五度 怒瞪着那双不云靴子 回二公子的话 姑娘让莫子来问问 魏夷夫人 何时开船 萧维要不是笃定自己的眼睛 没问题 还以为之前那丫头 气势汹汹的样子 是太阳太大 看花了 不过 知道莫子是个嘴巴厉害的 因此 能那么凶 倒也不让她觉得很吃惊 略略抬起剑眉 很快恢复平日的贵傲 你 刚才瞧见门里出来的人了吗 一个拖了长音的女字 很是意味深长 本来她不问 莫子还想不到 对方这么怪里怪气的 反而引起她的怀疑 回想刚才那一幕 那个粉色色的背影 衣着华丽 而满头朱翠 嗯 是某个人的表妹呀 嘴角够得很坏 声音毕恭毕敬 她这么回道 门挡住了 莫子不曾看见 那最好 不信也得献得口气 萧维加了一句 今后若有人问起 别给错了答案 莫子别的不能说好 记性还算不错 要让人知道 魏六娘和萧二郎 孤男寡女共处一室 要么魏六娘头江别活了 要么萧二郎 多个如花似玉的小妾 你回去告诉你家姑娘 陆镇准备开周场纪难民 镇外喧闹非常 这时不太好走 再等一会儿就是 萧维说道 哦 真要开仓放凉了 莫子很高兴 抬眼笑着拂过身 硬了势就走 她突然笑得跟朵花似的 看在萧维眼里 很莫名其妙 最后的想法就是 这个叫莫子的丫头 不但一张嘴厉害 似乎惊鸿意撇尖的容貌 也不错 但她见过的角色 何止一两个 一转身 便忘在脑后了 船一直到月上中天才走 两岸的花香 让周香所取代 不再是绝望的香气 没有人在追着船卖花 孩子们捧着碗 就像捧着人世间最珍贵的宝物 莫子坐在甲板上 啃着白河光明正大 拿出来给她的大馒头 吃得比任何时候都香 当时她还没想到 岸上发生着的 和即将发生的一切 都和自己密不可分 五日后 为补给 进了一个大城的码头 香二郎从信局得到 她留在路镇随从的快信 到晚上吃过饭 众人闲话 她对卫宜夫人 提到路镇县衙的情况 就引起了李氏和裘三娘的好奇 好一个官寨 李氏大家赞扬 不用官府一文钱 让乡绅们不能说 当官的墙纳银子 又收拢了御林百姓的心 这个县官 倒是极有本事的 次时乃是周的最高长官 萧维因此对李氏也很尊重 唐夫人或许听闻过此人 她姓江明涛 云州人士 乃两年前 最年轻的两榜进士 皇上本欲点她为炭花狼 电视之上的表现 也很有大才 可惜 二郎所说的 可是那位因相貌奇异 与炭花无缘的江涛 李氏果然听他官人说起过 嗯 正是 他两年前外放了六品县官 没想到就是在路县 如今他这番作为 我大周又多一名栋梁能臣 萧家男儿都有中军报国的赤子之心 只不知这次皇上还嫌不嫌他丑 求三娘抿嘴直笑 逗得未是李氏 乐得何不拢嘴 丫头们也跟着笑成了凌串 魏六娘近日晕传症仍然很厉害 几乎不出自己的仓房 因而缺席 弟妹 不可对皇上出言无状 萧维还挺一本正经 魏夷夫人仍然在笑 说道 也不算无状 我瞧啊 连皇上听了都会笑 自古炭花最风流 皇上若点江涛当炭花 怕是那些想找个美婿的大人们 要绕道走了 李氏也来凑去 大家又笑成一片 那江涛到底长了什么模样 求三娘终于笑罢后 很好奇地问道 那江涛长了一副胡子没刮干净 头大 眼睛大 鼻子朝天 山风耳 女人应他小嘴巴 一开口 小声小声地 装酸秀才模样 什么雨天凑到茶亭喝茶的闲聊茶有 那个中年文士 多半是江涛的幕僚 莫子气得哼哼 也怪自己没多个心眼 人还真是不可貌相 傻里傻气的憨大头 竟有炭花之才学 要知道 他对炭花的认知 仅仅停留在李寻欢那样肤浅的层面 不过 这年头当上个三甲不容易 不但要后天十年寒窗 还要先天娘胎里带出来的美少郎 等等 这些都不是关键 关键是 姓江的隐瞒自己的身份 偷学了他的主意 要是早知道江涛是县官 他会问他收取咨询费 借以未借两手空空的穷困状态 老天 他也许不是穿越人世中最倒霉的一个 但绝对是最兜不住钱的一个 又一个机会 随大江东去了 上都 金银方 金银钱庄 金银字的招牌下头 两个金光闪闪的狮子中间 墨子再次深刻 且无奈地体会到自己的贫穷 不过 似乎有这种体会的人还有一个 这金银总装是怎么回事 大门里外跟焦金身一样 怕别人不知道他是钱庄 相较于墨子的富匪 求三娘是有什么说什么的主 连着来反问句 其实就是眼红极度的 这位 爱钱的程度 应该不比金银钱庄的东家 差多少 是啊 咱乐城里的金银钱庄 没那么 耀眼 墨子觉得 太阳又大 再加上反射在身上的金光 不多一会儿 就开始热了 姑娘 你以前不是来过上都吗 五年前来过一回 那时还没有金银钱庄呢 说到这个 求三娘更来气 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 雨后春笋似的风掌 如今 大周哪个府没有他 不过 信誉是真好 金银出的汇票 都有自己的号 就算弄丢了 只要不是假名 也能凭户籍本领钱 而且 掌士们做事灵活 很能应对客人的不同要求 这是墨子自己经历过的 三位客人 外头热 我们供清凉蒜梅汤 还有点心 请先进来吧 一个看着就机灵巷的短衣伙计 满脸笑容出来招呼 要是信誉不好 我可不敢把银子 存在这儿 求三娘一身宝兰锦衫 乌发高竖 用宝石环扣住 翩翩美男子的扮相 不过 这个美男子 美得实在十分女人味 墨子不知道别人怎么想 反正他觉得 不肯往脸上涂暗霜的求三娘 除了眉毛特地化粗些 本白色的五官 美艳惊人 同样女扮男装的小衣 平时长手长脚 不像个纤细女子 青丝一长树 如侠客 穿了黑色进衫 宽扎腰带 修长身材 而冷踏的眼神 一柄长剑按在手里 竟是十分帅气 反观他墨子 一脸油黄跑腿像 眼珠子东苗西看 又像整日混市井之辈 三人随伙计进了前堂 就有一个贵士迎上来 问明求三娘是来开户存银子 又看他气势派头十足 就想是大户 要领进包间去 东家 我在堂下等吧 墨子不想跟进去看人数银票 而里面没一分是自己的 尤其里面 至少有一半是自己 给求三娘转回来的 不 不 大家别把他想得那般小气 其实他还是有些别的事 求三娘想了想说 嗯 也好 墨子知道 求三娘存钱 问得很仔细 没一个时辰 搞不定 于是 在见他和小姨进了单间后 也没真等在堂下 而是走进正堂大柜间 找到托管的那一高阁 点脚尖 敲敲隔板 隔板啪一声声了上去 露出一张不苟颜笑 却硬挤出的笑脸 小哥 托物还是取物 墨子先让那张别扭的脸 弄得心里很别扭 再一想 人家也是秉着顾客至上 天生不是笑脸 却还得笑给人看 实属不易 盲正正神色 嗯 我来问讯 一个半月前 我在落床贵宝号 拖了遗物到上都总庄 不知安全到否 说着 拿出一张叠的四方的纸 再点脚 吃力递进阁门里 这是贵号开的屏障 那贵是飞快看一眼 再开口 语气变得极宫镜 小哥可带了护脊板 有 那小本子 墨子随身带着 被骗取自由后得来的 当然要分外珍惜 不过 这人为何突然客气起来了 他把户籍本也递进去 强调 所托之物与我主家无关 乃是我私人之强 贵事不要弄错了 金银钱庄 接受假身份 存银托物 但凭立约时信物或暗语相取 可是 墨子很小心 信物暗语都可能丢失 户籍本有官府大印 且原本存于文书库 故而用官方认定的身份存物 不亦被赖账 啊 小人理会的 户籍本上一看就知道墨子是女的 那贵事却半点异样不露 将本本和凭证还给墨子 客人请稍后片刻 我只是 要查查道没道而已吗 咔 高阁下板 把墨子的画 砍去一半 这是什么意思 难道自己拖的东西弄丢了 还是钱庄要私吞 他可是报价二十万两 金银钱庄承诺 丢了会照价赔偿 当初给落成分号的人看这东西 连大掌柜都亲自出来验过真假 他亲笔鞋的凭证 想赖是赖不掉的 墨子在那盯着自己的鞋尖 一个人胡思乱想 到最后几乎肯定 金银钱庄有人健保起贪念 看他是大户人家的丫头 打算仗势欺人 以大欺小 想想 若对方真一声不吭吞了东西 他就算用的是真名实姓又如何 出发点很仔细 可是到林链 才发现全是无用功 那东西跟脏物差不多 东西的主人 还是大洲叛国贼的后代 他根本不可能到官府 去告金银钱庄 一告 先把自己变成了叛国贼的同谋 说到这儿 就爆出这东西的名字 水静珠 唉 自己这叫干的什么事啊 墨子哀声叹气 本想戴在身上 又怕让囚三娘发现 又怕弄丢 还要赶时间 因此就用了金银钱庄最快的托物 他决定将珠子还给原成 是想着值钱的东西 能让他自救 当然越快到越好了 据庄子保证 价值十万辆以上的物品 十天半个月就能到上都 要是人被砍头 珠子还没到 他与君明珠还有什么用呢 这位客人 身着铜钱袍的一个老伯 看墨子愤恨蹭着地板 有点愁愁不敢上前 墨子以为金银钱庄是大口狮子 正处于敏感度最强时刻 一听有人喊 视线立刻扫荡过去 见一个老伯离他三丈开外 面色黄黄地看着他 你叫我 墨子乔四周没别人 稍微收敛了神色 嗯 客人可是刚才问托物之人 老伯倒很谨慎 正是 哦 有下文了 还请跟我来 老伯转身在前面带路 墨子心想 自己又不是一个人来的 实在不行 也只好冒着被囚三娘发现的风险 向小一叫救命了 他本身又是胆子大的人 当下也没迟疑 跟上前去 穿过正堂 入廊道 过了廊道 又进厅堂 走到这儿 墨子觉得 跟在人后面从一个堂到另一个厅 这种事似曾相识 然后立刻想起 初见园城那一回来 折七弯八 一进一进的地方 似乎不会有令人愉快的经历 这一听 华丽丽丽丽与扎人眼 就会让我们一起来 看一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